君怀郎过那只红风时 也被那厚度吓了一跳 一捏就知 里头是纸张的质感 肯定就是银票了 这么厚的一摞银票 无论是多大数额的 都过于惊人了 他自然不知 里头装着的 随便一张 都是冻着上千上万的树木 你给我这么多做什么 君怀郎让他吓得 说话都有些飘 没多少 压岁钱薛艳淡淡地说 君怀郎哭笑不得 压岁钱 也不是让你将全副身家 都压给我 他说着 将那红风里的银票都取出来 满满当当地握了一手 他随手从里头抽出一张 连层红包一并收下 就把其他的都塞到了薛艳手上 薛艳不接 不是全副身家 我还有他说 他这道没说谎 燕王无妻无子 自从前两年 他能带兵了 燕王就连带住 司库钥匙也交给了他 燕郡要养兵养人 自然也不缺钱 带燕王去世 燕帝的金银也都是他的了 但是燕云铁骑需要发响 带回来的死事也要养活 所以薛艳手头真能让他拿来花的钱不多 也只能拿出这些了 他回到宫中 只有钱是他随身带来的 他想给君怀郎还一个礼物 报答他送给自己的那只玉锦礼 也只有这点钱是他拿得出手的 君怀郎哭笑不得 就把那一落银票给进宝 进宝虽说肉疼 可哪里敢接 他连忙将手背过伸去 直往后躲 恨不得自己打娘胎里 就没伸出过这两只手 君怀郎只好威胁他 你再不接 我可就生气了 他说道 我给你红风 不过是个讨吉利的心意 你又付给我这么多钱 将我当做什么了 薛艳听到他这话 难得得有些慌 他自然不是付给君怀郎钱 他只是觉得 给多少都嫌少 就钱粹把自己能拿出来的都给他 反正自己在宫中 并没有用钱的地方 他也向来不把这物放在心上 他只觉此物轻贱 一时又拿不出别的来 只好多给些而已 君怀郎见他神色难得的失措 心下有些不忍 却仍板住脸 借着机会将银票塞回了薛艳手上 也恰在这时 他一垂眼 看见了自己手中那张银票的数额 五千两 君怀郎都有些绷不住了 面上露出些许笑意 他知道 薛艳手头不缺钱 毕竟他是燕王西夏唯一的孩子 前世又能轻易收编 已经归属燕门关守军的燕吟铁齐 想来是财力雄厚的 但他没想到 这人竟这么实诚 随随便便就将自己家底掏出这么多 只为了给人做压岁钱 也不知若前年后的秦王殿下 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单纯的时候 君怀郎忍住笑 从薛艳手里那一大碟银票中 勉强换出一张面额小一些的 就足够了 你给我再多 心意都是一样的 君怀郎收下红包后 劝说薛艳道 薛艳默默地想 怎么能一样呢 他将那一堆银票塞到劲宝手里 对君怀郎道 等我一下说着 他转身进了内室 净宝站在原地 将银票胡伦收起来 尴尬地对君怀郎笑了笑 解释道 珠子没收过压岁钱 想必是不懂各种的规矩 让殿下您见笑了 君怀郎笑着摇了摇头 怎么能说是见笑呢 这与懂不懂规矩无关 无论懂规矩还是不懂规矩 也少有人能这般一片赤诚 像是将整颗心都掏出来 与人看似的 君怀郎甚至一时间觉得自己亏待了薛艳 自己不过是阴柱同情 又为了保护家人 才与薛艳相交 不过举手之劳罢了 可薛艳而今 却轻而易举地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全都交付到自己手上 反倒让君怀郎有些自残行贿 那边 不过片刻 薛艳便回来了 她走到君怀郎面前 一抬手 手里握着个不知是什么的东西 伸手她听薛艳说道 君怀郎伸出手来 就有一个小物落在了她的手心里 君怀郎缩回手 就见手里搁着一只瘦牙 上头穿了个小孔 拴着一条质朴的皮绳 这是君怀郎看向薛艳 这是她几年前 列得的第一只狼的拳齿 当时 燕王命她打死一只狼 回去复命 她一剑洞穿了那只狼的胸口 可带她上前时 那狼却没有死透 跳起来便要撕咬她 她同那狼缠斗许久 最后拿匕首割开了狼的喉咙 她满脸血的将狼一路拖回大营 得了燕王的嘉奖 她摘下一只狼牙 交给薛艳 让她时刻保管着 今日让你杀狼 待你成人之后 还有更多更凶猛的猎物 要死在你的任下 燕王说 你留好这颗牙 只记得 无论多么凶残的对手 只要你以命相搏 都敌不过你从那之后 她向来随身带着 这与其说是个纪念 不如说是薛艳的一个念想 每次她受伤后疼得难以忍耐时 都会将这颗牙攒在手心里 心里的念想无她 就是挨过疼痛 好留待她日 将今日之痛 百倍奉还给对手 她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将这物件 交到君怀郎的手上 或许只是因为 除了那些银票 她一路从烟地带回来的 也只有这个了 可等君怀郎 将这东西握在手里时 薛艳的想法 又有了一些改变 那斑驳的狼牙 握在那双白的剔透的手上 像是她将自己肮脏的 残缺不全的灵魂 尽数交付给了君怀郎似的 薛艳的嗓音有些哑 淡淡回应道 是狼牙顿了顿 她才又补充道 是我列来的狼 口中的牙说完 她才觉得这东西清贱了 还有点野蛮 却见君怀郎听到这话 展颜笑了起来 对嘛 你送我这个 不比你送我一大堆银票好多了 薛艳又看着 她将自己许多个夜里 或注血攥在手心中的狼牙 真儿重之地收进了怀中 薛艳的心头开始发烫 她又听到君怀郎嘱咐她 你以后可不能再像今天这样了 把自己的家底放好 万不可再随便拿出来送人 薛艳淡淡嗨了一声 她也不会乱送给别人 只是想送给她而已 待到入了夜 宫中各处便将红灯笼都点了起来 宣武门外车马林林 皆是入宫赴宴的薰贵 除夕宫宴 仍旧是伴在永乐殿里 这是君怀郎自重生以来 第三次到这里赴宴 前两次的记忆都不大美好 不过如今总算风波平定 可以让她安心一段时日了 这么想着 君怀郎闽纯笑了笑 她和薛艳二人 领着军令欢一起 便一路往永乐殿去 刚走到殿前 君怀郎就看见君萧武等在那里 哥想我了没 远远的 君萧武就冲君怀郎挥手 看到她 君怀郎也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君家三人一见面 便自然又热络地说起话来 君萧武便戏法式地 一个接一个地拿出红包塞给君令欢 还不忘笑嘻嘻地给君怀郎塞一个 哥 压岁前 君萧武冲着君怀郎嘿嘿直笑 君怀郎但笑着训她 胡闹 哪有你给我塞红包的 君萧武直乐 怎么不能了 舅舅可是给我发君想的 我现在可比你富裕 薛艳静静地站在旁侧 看住他们三人 这种从小到大 共同生活而养成的热络和温馨 是伪装不出来的 也骗不了人 薛艳清楚地知道 这是君怀郎的嫡亲弟弟 他们二人热络 是理所应当 可是薛艳却怎么都挡不住 自己心底泛起的酸意 让她有些焦躁 她并非在意君怀郎同他人亲密 而是她单单听他们字里行间说出的话 轻而易举就能听出 他们共同生活了很多年 她想和对方一样 也能与君怀郎有这种存续多年的关系 但同时 她好像又不太想货君萧武一样 仅仅是兄弟而已 似乎不够亲密 不够独特 她就被这种想要什么的冲动 折磨的心口发扬 可她究竟想要什么 她自己也弄不清楚 就在这时 她听到君萧武问道 母亲专门让我问你呢 问你什么时候家去 这大过年的 家中少了两个人 可是冷清了不少 我都不习惯 薛艳顿了顿 目光不动声色地落到了君怀郎的脸上 她竟都忘了 她连霍君怀郎长期共同生活都做不到 对方不过只是短暂的借宿罢了 君怀郎却并没注意到薛艳变化的情绪 她闻言笑起来 抬手拍了拍君萧武的脑门 不习惯还在玉门关一待就是三年 想来是君中热闹 乐不思蜀了 君萧武捂住脑门直笑 君怀郎又说 姑母问过我 还是想让我多住些时日 我便要等开了春 才能回得去了君萧武点头 也好 等到了春天 我带你上郊外骑马踏青去 君怀郎笑着点了点头 眼看着时辰晚了 君怀郎便喊住君萧武先进去 君萧武把君怀郎身侧的君令欢 扒拉到怀里 说道 行 我去找烫娘 把令欢带去 娘想她想得紧呢 君儿个就让令欢跟住她了 君怀郎点头答应 带君萧武带着君令欢走后 君怀郎回过身来 就见薛燕站在那儿出神 不知在想什么 武殿下 君怀郎喊了她一声 薛燕淡淡应道 嗯 进去嘛 君怀郎笑着点了点头 同她并肩而行 原本姑母还说 让我今日带着令欢去看燕火呢 一边走 君怀郎一边说 只可惜 今日怕是轮不到我了 不知武殿下给不给我这个面子 薛燕策过头去看她 就对上了君怀郎带着笑得温润双眼 我知道有处角楼 安静得很 看燕火的位置也好 武殿下可愿与我同去 薛燕转开了目光 淡淡点了点头 她方才脑中千回百转 搞不清楚的情绪 好像只跟君怀郎对视了一眼 就让她隐约察觉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 眼前人是天上星 她仰望住 碰不到 却想要将这颗星 永远地留在身边 即便现在 那颗星只是短暂地 从她头顶划过而已 旅行 上星期就会遭到这里 下星期就会遭到这里 感谢观看